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5号 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 柬埔寨首相洪马奈 习近平指出 洪马奈首相就任后 选择中国作为第一个进行双边访问的国家 充分体现了柬埔寨新一届政府 对巩固和发展终简友好的高度重视 中国和柬埔寨呢 我们称之为铁杆朋友 那就是这个最牢固的友谊 最可靠的关系 建交65年来两国历代领导人精心培育的 中简传统友谊 现在已经是参天大书 深深扎工一两国民众心中 首相先生是中简友好的亲历者 多年来也是耳濡目染 相信这两位友好的战略意义 有更深刻的认识 相信你将不忘初心 带领建波寨走向繁荣富强 续写中简友好的新篇章 习近平指出 双方始终坚定支持对方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发展利益 这是中简命运共同体的核心要义 今年双方开启建设高质量高水平高标准 中简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 中方愿同简方一道 推动中简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携手打造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典范 习近平强调 中方坚定支持柬埔寨探索 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愿同简方保持经常性战略沟通 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 双方要落实好新版 中简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 充实中简钻石六边合作架构 共建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 中方愿同简方常态化开展执法安全合作 持续打击网络赌博 电信诈骗等跨境犯罪 习近平指出 中国始终是柬埔寨最可信赖的朋友 最为坚定的依靠 中方愿同简方并肩携手 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 洪马奈表示 他把中国作为首个正式出访的国家 就是为了体现简新一届政府 将继续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 将简中铁杆友谊进一步发扬光大 简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坚定支持中方维护自身核心利益 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 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 全球文明倡议 简方愿同中方落实 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 打造简中命运共同体 简方愿同中方在地区 和国际事务中密切配合 把简中关系推向新高度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